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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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 画面移动小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uLab LS 050585358956404800 给视频 后场玩火丢球 亚运男足小赌赛日本领导一步的越南 时长约3分3秒 腾讯体育8月30日去 在亚加达亚运会男足的比赛中 韩国U23半决赛3比1击败越南 顺利创入决赛 如果在决赛中击败日本U21代表队夺金 这批球员将能免出兵役 根据韩国中央日报日语版的消息 在接受采访时候 韩国后卫金敏在开玩笑的表示 如果无法战胜日本夺冠 他将从回国的飞机上跳下去 亚运女足中国一比林胜中国台北 20年后在进决赛 将战日本媒体截图办决赛 韩国3-1清取年初 U23亚洲杯的到黑马越南 轻松获得了争夺金牌的机会 在接受采访时 韩国队的后卫金敏 在表示球队已经在考虑和日本队的决赛 队友们都在讨论如何准备决赛了 由于日本队仅以U21年龄段球员参赛 韩国队是被看好的一方 金敏在表示 如果决赛无法拿下日本 他将从回国的飞机上跳下去 和日本的比赛 我们绝对不能输给他们 如果输给日本的话 那么我就从回国的飞机上跳下去 韩国队进军亚运会决赛 已经为韩国队在亚运会上打进球球的前锋 黄毅助则对决赛信心满满 以我们的实力肯定能够战胜日本 我们只需要在决赛之前好好的准备 只要我们打出自身的实力 我相信我们能够战胜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韩国队连续两届亚运会闯入决赛 上一届在本土举行的人川亚运会 韩国用二三夺冠从而免除兵役 此外2012年轮断军会夺得铜牌 则让包括巨资者 继承庸 南台西在内的球员免除兵役 2002年的世界杯 韩国队顺利小组出现 并且最终打进四强 得到韩国政府方面的特赦奖励 包括朴志兴 薛奇卷 车肚里在内的韩国国奖全员免服兵役 而本届亚运会则是亚洲投号球星 索星铭的最后一次免服兵役的机会 如果无法夺金 索星铭的职业生涯将遭遇重大打击 BEC7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